蜜蜜,拍照 我刚才讲了目前我们的食用队 大家联会讲到不要把药的材料 但是不要把药的材料真的多使用它的效果还是没有跟化来要的它的影响 所以一般不要把藥的质量 还是会跟跨来药的合并使用会最影响 那一般目前来讲最好的跨来药接耳 目前还是认为是跟止三组的作用会比较影响 我上次有跟大家提过就是如果跟小鸿梅合并使用 会有新毒性的一些问题 那所以说目前最常用还是跟止三组共用 下午会比较明显的话 这个药物大家可能比较陌生 第一个这个药物就是说 我们知道赫莱比他第一次使用是给8 如果说每三个礼拜使用第一次都给8 那第二次只有给6 就是6mg每公斤 那可觉他这个药物也是要给Rodin dose 第一次要给两支 就是840毫克 然后第二次之后就是420毫克 好赫莱比就是1.6毫克每公斤 那每三个礼拜使用 那大部分来讲还是跟化来药物使用会最理想 那早期目前比较建议是跟欧洲止三组 因为他每三个礼拜打一次 其实每次会有三个药物 因为我们会给贺基头 然后给赫莱比 然后给欧洲止三组 以上药物合并共同使用 他像我会理想 一般讲我们 贺基头第一次大概是给一个小时来 因为通常这个药物是属于蛋猪抗底 通常第一次给会有些耳垃局 像过敏的一些反应 那第二次给之后 通常是给时间可以乱快一点的 那一般贺癌品第一次给要给90分钟 那第二次给之后可能60分就足够了 事实上我们在临床的经验时间都对 一般来讲 病人来讲打这三组药物其实效果都还不错 如果说你一开始 我们会打大概4到6次的化来药物对 那如果这病人打化来加标马药物治疗结束之后 他后续如果只单纯给标马药物治疗的话 事实上是可以不用再给子三组或这些化来药物 就像我们打标马药物 我们可能前4到6次是给标马加化来 打完之后我们标马药物会给一年 后续来讲可能就每三个礼拜 来打标马药物就好 就不用再同时合并化来药物使用了 事实上这类型的病人治疗对 一般大家在临床照遍 可能会常遇到说 打完化来的时候病人有些副作用 第一个最常见还是担心 四中性白血球减少 有所配料尤其是欧洲子三尊 特别容易四中性血球低下 一般讲我会建议打完之后 一个礼拜先回来门诊 先看他血球会降低 你可以发现说 如果合并这个双标马药物对 好像有略为增高的情况 一般讲你可能建议病人 一定要回来门诊先抽血 如果血球低健保 目前我们医院 就是国内健保给付 打那个生能数的规范是说 你打下去那种血球 对后 他本身的ANC是小于500以下 健保就会给付那个就是GCSF 或是说你WC小于1000 他也会给付这样子 如果病人有发烧 一般会建议要住院打抗素 一般会建议直接打第三代 甚至会诊你那个感染科 就是妞协培尼亚的一些基本的 照顾的一些原则 最主要是妞协培尼亚 甚至有些病人会合并Fever 合并Fever 合并Fever就是一些危险的情况 病人有可能会因为这个原因 产生败血去修课 所以一般会建议病人住院 去打抗素质量 那另外 有病人会有附屑的情况 病人打这个药物会有胆率 所以我们可以给一些 止血的药物可以减缓这些病人的情况 因为可能要水分上面给一些水 大部分人在治疗周期 慢慢的大家会习惯 这个药物慢慢的产生一些负重 比例就慢慢减少 所以一般来讲 大部分病人来讲 可能前一两次负重比较明显 慢慢的病人 大部分都慢慢可以 適应这个药物 那另外一些病人 会有一些Skin Lodge 尤其是打欧洲子弹腿 有些东西 手群症候群 你说那个手会脱皮 大家可能也会注意这方面的副作用